大家都还是宁愿当一个好人 不要当一个勇敢的人 那但是 我觉得我跟庄子 做朋友做了十年以上 一直到最近这一年 我才开始在反省到 我们的我的爱心这件事情 可能能量上有问题 就是我的爱心 我之所以会对我周遭的人付出爱心 往往都是因为担心他会有什么不好的状况 是用一个负面的动机 就是怕事情变坏的 那个怕当作能量的中心 在对人付出爱的 然后后来发现我这样去爱别人 往往得不到好结果 对方也不会好起来 所以才开始认识到这个能量不是一个好能量 然后才开始愿意慢慢的放弃 这样的一种爱心 那其实当你放弃这样的爱心的时候 你会直接面对到很多恐惧 但是你把这些东西都撑过了 活在副交感神经的世界了 你就会得到一个好东西 就是现在市面上那种什么书在教你 怎样怎样可以心想事成 那个心想事成的能量会出来 就是当你没有恐惧 不用负面的动力的时候 心想事成的能量会出来 所以总体而言我觉得还是蛮赚的 不过是丢掉爱心而已嘛 这比较不道德是不是 就如果你没有好的能量的话 你再有爱心也没有用啊 我又觉得现在班上我觉得 有些同学家里面也是有小孩的 我很怕父母关心小孩子 因为往往也那个关心小孩子的那个动力 是因为出自担心 怕他身体坏下去 所以不管你怎么担心 怎么关心小孩子身体都还是坏下去 就是能量不对 能量的原点不对啊 但这事情我觉得我跟庄子做了十年朋友 才在很最近的时候开始反省这件事情 所以我也觉得 不是要求同学立刻做到 就是可能在你们心里面有一个角落吧 这个事情就放着 说不定十年之后的某一天你也会觉得 当有爱心的人当得有点烦了 觉得一无所得啊 那那个时候再放掉爱心还来得及啊 大概是这样子的想法 不是在督促你们要赶快这么做啊 不敢不敢 那这个信誉过往的这个事情啊 尺脉宏大的事情 那我想真五汤是一个蛮好的处理方法 那么还有一个 当一个人肾阳虚的时候啊 这本的舌胎会发灰发黑 那这个发黑发灰的舌胎 往往是肾阳不够的人的一个征兆 那这个舌胎倒是一个用真五汤很好的鉴别点 因为你想想看 真五汤这个病 你会知道真五汤是一个用父子比较多的药 对不对 所以是白族父子生姜 这属于羊药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舌胎是黄黄的 就会觉得我不敢用真五汤 因为怕上火 可是如果你的舌胎在黄中是带灰的 那你就要考虑真五汤勇敢的用下去 像礼拜六就有一个同学 他是上课听着听着觉得 他自己是真五汤体质 然后就回家吃 那我跟他讲说你可以吃父子汤 不要真五汤 就是那一类的方了 那吃了之后就跟我吃 他上个礼拜问 昨天来说 他说我原来的舌胎是灰灰的 然后也有黄 就是等于是有上火 可是吃了真五汤之后 反而舌胎白了 就吃退火药 就当你是盛阳区的时候 舌胎如果是黄中带灰的 你不管怎么吃退火药 你的舌胎都不会白回来 因为那个火是水气上不来的火 所以你必须要吃真五汤让水气上来 他整个舌胎都白了都干净了 哦那时候那个火才真的退掉 所以当你是舌胎泛灰的时候 那不管你是多上火 你都要考虑这可能是真五汤真的范畴 这是一个治疗的重点 像我们说老人家虚的人冬天身上容易发痒 这是真五汤 这个新陈代谢不够 那其实以换一个角度来讲 这东西有推阔的余地 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是 比如说妇女 他就是莫名其妙的烂阴道 那那个烂阴道可能就是他的新陈代谢能力实在太弱了 身体的生命能不足以支撑这个肉体的存在 那或者是有人很容易长青春痘 就是身体表面很容易这里那里腐烂 细菌会感染 这也可能是真五汤 就他生命力不够的状态 那所以他推阔的可能性很多 那像是糖尿病的这种脚啊什么溃烂 当然你会说 那个烂掉的地方 如果你把它用那个黄砂糖泡弄成水 泡在黄砂糖的水里面 那个伤口他自己就会把它浓喷出来 就是糖尿病的人 泡的那个窗口泡的糖水也要好得快 那但是你身体体质的调补的话 当然要伤口愈合一定是吃黄芪为主啦 就是黄芪炖老母鸡之类的 黄芪红枣炖老母鸡 但是体质上来讲 那是一个真五汤的体质 所以同学可能在这方面要认得一下 这个真五汤的体质 那另外呢 真五汤的这个主症 在这个头昏啊 胃口不好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其实你要把它减几味药 也不是不可以 怎么讲呢 就比如说 在金汇药略这本书里头 有收入一个静效方的竹腹汤 那也同学不用抄 这个就是知道一下就好了 这个汤记啊 你就可以想象它是真五汤的一个比较简味的做法 在静效竹腹汤呢 它是 就是白竹二两 父子一枚 炙甘草一两 就这样简简单单一个方 它是什么呢 它说治疗风虚 就是人虚又很容易受风 它的症状是头发重 然后人很容易昏到受不了 然后食不知味 那这样的一个症状 其实你光是用白竹跟父子 这个主框架就可以处理的还不错了 所以只是跟同学讲一下 其实你说真五汤是补皮甚至羊 对不对 你讲单纯一点就是有父子有白竹效果也不错了 那这个 再来呢 我们上次上课的时候呢 有讲到这个 真五汤啊 吃真五汤会长什么样的鸡肉 吃小剑冬汤会长什么样的鸡肉 对不对 就真五鸡比较有棱油脚 小剑冬鸡比较圆滑一点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如果有一个人 他的肉就是松松的肥肥的垮垮的 那是不是他就等于他缺乏真五汤的鸡肉 那这样子是不是可以算真五汤症 就如果一个人他的那个脸色啊 或者肉皮肤看起来是灰灰白白肥肥夸夸夸的 其实这样的人就蛮有可能是落在真五汤之阵了 就是鸡肉松弛容易浮肿容易疲倦 像你看有些人什么叫容易浮肿 就有些人他早上起来就对着镜子这样叹息 都怎么办睡觉眼睛都泡泡的好难看哦 对不对 这种人有吧 那如果你白白肥肥肉松松又眼睛容易泡泡 那这样子好 真五汤震出来了 那就可以吃真五汤 但是呢 说到肉松这件事情啊 有一个可能性是让他不在真五汤的范围里面的 就是啊 皇帝内经里面有一小段经文 有讲到一件事情好像 他是说人啊 的肉如果是 一般来讲 人的肉就好像爬在骨头上面的 一种爬藤类的东西 对不对 这样的人的肉会很喜欢扒住人的骨头才对啊 对不对 可是呢 当人有一个状况出来的时候 人的肉啊 会不喜欢往骨头上面靠 所以这个肉就会自动的 明明你也没有几岁蝴蝶袖就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一放松整个就是有些人是这种状况是明显到说 他有练肌肉啊 练的胸肌什么很大的 可是他坐在下巴上看电视的时候 胸肌是掉到这里来了 这个手上那个肌肉是真的肌肉啊 可是一放松的时候这样子的蝴蝶袖都出来 那这样的人我看过的一个是贩毒的 就所谓的药头 那人为什么会变成肌肉油 可是不喜欢往骨头上靠呢 那古中医书就说 这个是因为人的骨头太寒了 就是他的骨头充满寒气的时候 这个肉会觉得那个东西冷冰冰的 像死掉的东西一样 我不要跟他做朋友 所以骨头太寒的时候 人的肉会喜欢垮 不喜欢往骨头上面烤 那要去骨头的寒气 你说白狐腹子之类的药有没有效啊 那有效 但是最直接有效的还是 帝皇麻黄组 就是羊河汤 那直接让骨头暖起来的药物 我觉得羊河汤比较好用 当帝皇收帝皇多于麻黄二十倍的时候 这样的麻黄他刚好可以把骨头里面的含血逼出来 所以往往你哦 如果你是觉得你的肉啊怎么都垮垮的 你要摸一摸 用你的手去抠一抠你的骨头 感觉一下你的骨头跟你的肉相比哦 是肉比较冷还是骨头比较冷 如果你是骨头比肉冷的人 那你的这个鸡肉的松弛就请用羊河汤 用了羊河汤让你的骨头比肉要温暖 那你的这个肉就会喜欢往骨头上面烤了 就是现代人的蝴蝶绣很多人是这样来的 就骨头不够暖 那骨头不够暖 这个骨头里面有寒气 激久了会变成什么东西啊 骨头会阴湿 那骨头阴湿了会怎么样啊 会长骨刺 这间盘会凸出来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说临床上面 我最爱开的药的第一名是 生午汤的话 那在台湾这个地方第二名就是羊河汤 因为台湾人骨头寒的人很多 所以这个方子不妨把握把握 羊河汤真午汤都是台湾人的家庭常备良药 那么 不过呢 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读这个伤寒杂病论了 我想我们不一定能够在有生之年 完全开发出这本书里面所有的医术 因为这本书里面有一些东西实在是 蛮吊诡的 就比如说有一个方子 它是治黄汉的吧 就是人出汉是黄颜色的 它是桂枝加黄旗汤 就是桂枝汤里面 加黄旗汤红枣再多几颗这样子 那这样子一个方子啊 我们的那个大禹助教 因为是开业在当中医嘛 他有一次 他妈妈的朋友还怎么来啊 然后就 就是他就看病嘛 反正就一下子想不出来该怎么办 反正就电脑按search 就在桂林古本这样的全文检索一下 看有没有什么条文可以来用用看的 结果就跳出 桂枝加黄旗汤里面有 有一个主阵是什么呢 是腰宽松弛 就是这个腰胯无力这件事情 那结果呢 他就给那个阿姨开了 然后阿姨回去给他家里面 妈妈还是婆婆吃 就吃了以后这个宽关节的问题就好了 然后他再给他妈妈的朋友 几个阿姨吃的都是吃的就好 那一天的药量也不过是桂枝汤十克 再加三四克的黄旗汤 再加一两克的红枣这样子 那效果那么好 那你可能会说 我们现在我们来倒推 当然可以说 桂枝加黄旗汤这个结构上来讲 它会变成一个专补三胶的药 那补三胶就是补少阳 补少阳就是补胆精 补胆精就是补环跳 所以他有奇怪的疗效出来 就是竟然一个致黄汉的桂枝加黄旗汤 是髋关节病的特效药 那我听以后觉得 哇这么厉害 那我来吃吃看 因为我这个人啊 一下懒惯了 很讨厌那种什么 类似蹲马步之类的动作 现在西洋人叫什么 叫squatch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已经不会念了 太久没有听那个字了 那这个我就发现吃了这个桂枝加黄旗汤啊 真的在这个好像蹲马步那个姿势的时候啊 觉得下盘变稳了 所以人家说 这个腰胯不好去整整骨啊 或怎么样 没想到这样一小包药可以搞得不错啊 那就是助教在无意之间发现的这个推扩用法 那这样的推扩用法 其实我觉得 那是属于我们读伤寒杂病论的 每一个人的惊喜 因为这件事情不是等着我来教你 或者是怎么样的 就是我们在自己日常生活中用着用的 常常就会发现 像助教发现了我没发现 那有些时候就有别的医生 他们又发现了别的使用法 那这就是蛮好玩的事情啦 也不用期待 因为他的正轨上面有的东西 其实就已经很值得我们学习了 但是在用着用着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他有更多的推扩用途啊 那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肌肉松弛 容易腐肿容易疲倦的体质哈 那是蛮有可能是这个用到真五汤的 那再来呢 我们说真五汤的这个症状 在伤寒里面啊 不是有这种什么肌肉抽搐啊 这种表现对不对 那这样的表现呢 我们就会有几个话题可以来想一想 一个就是啊 如果一个人他是脑溢血之后 你想一个中风的人 他可能他在没有完全复原的时候 他这个人就是怎么样 嘴巴歪眼睛歪对不对 然后呢 会抽搐 这个半身不碎 容易摔跤 震战 麻痹 眼球会抽一抽的 那这些东西其实很多是挂到真五汤症的哦 那你用真五汤能怎么样 能够加速他的复原 因为中风的人胜阳够 他会复原的比较好 所以真五汤他也可以是中风后的一个非常好的保养药 那这一类的症状 我们之前到现在讲到所有真五汤症状 如果发生在心脏衰竭的时候呢 他就用啊 就是心脏衰竭也可以 也可以有机会是挂到真五汤症的 那像是大陆那边流渡周 他也在说 其实 我们一般啊 中医认为说 癫痫这个病 就是在地上抽搐吐白沫这个病 他说癫痫这个病 我们应该是照弹症医啊 用什么滚弹丸啊 或怎么样 对不对 但是 有的时候 我们用那些 把这种粘稠的痰拔掉的药 效果不会很好 那你就要注意一下 这个癫症的患者 他到底是挂到这种浓浓的痰这边 还是挂到水毒这边 如果他的体质跟一些症状的表态 是在真五汤的框架里面 是在五灵散的框架里面 像什么癫症而吐咸 吐吐延没者五灵散组织的人 是有可能挂到真五汤跟五灵散的框架的哦 那那个时候就是反而是真五汤跟五灵散会比较有用啊 所以我们中医的学习的话到底还是要以抓主症为主 至于说西医的很多病名 我是觉得那个好奇心哦 太大恐怕不见得会很好 上次好像前一 就前昨天还哪一天 昨天有一个学弟啊 他跟我讲说 他有个朋友啊 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病 就是肌肉自己会溶解掉还怎么样的 然后他就开始告诉我 这样跟我听就是西医说这是体内怎样一个化学变化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我听着听着就跟我那学弟讲说 如果你再把西医的内容再跟我讲了清楚一些的时候 我大概就再也想不出来中医要怎么医了 就是当我失去了那个中医的那种外部观察变症框架 然后听到里面这个酵素那个酵素 然后怎么样的时候 我想我的中医的功夫就散架了 大家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想我们既然是学中医嘛 就是以抓主症为主啊 就很多太精密的研究报告 还是先不要知道好了 就是知道的不一定很好 那这个水毒体质的人 当然有可能会 肠胃吸收水的功能也不好嘛 所以他 如果你有一个人他的症状是 常常拉肚子 然后常常尿比较少 然后腹部会有闷闷的顿痛 然后大便之后 拉了肚子之后又有点脱力感 那这样子的时候 其实他就有可能是真五汤的水毒体质 那另外还可以再换个讲法 就是我们台湾人啊 长到今天 其实我们许许多多的台湾人 都是所谓的水果宝宝啊 就是从小到大吃了很多水果 对不对 那美国人是什么 美国人是牛奶宝宝 对不对 牛奶宝宝会怎么样 就是男人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 社会一定会废掉 那是牛奶宝宝的特征 那这个 那这个水果宝宝啊 牛奶宝宝这种人 有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个水毒体质 这个体质会变成别的病 那这时候你在听主证的时候 你这样会想 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 他特别讨厌游泳 他觉得人泡在冷水里面 就全身不舒服 真五汤体质 就是身体里面有冷水的人 就特别讨厌外面的冷水 就有这样的事情 就比如说如果你听到一个气喘病的患者 他跟你讲说 我呀 夏天不容易发 冬天容易发 而且我冬天呢 总是都在洗澡间里面发 就是吸到水蒸气了 就会发了 那水毒体质 就是这个气喘是圣阳区的水毒体质 就是当这个人的疾病好像遇到冷水会引发的时候 你就要想想看 他有可能是真五汤的体质 你就要看看他的舌头 把他的脉 然后问问他的生活起居 饮食作息 了解了解 是不是可能要用到真五汤 那这个 这些事情我们要知道一下 那另外呢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在杂病里头啊 用到真五汤 究竟 剂量要大还是小 我这次议案里头啊 有特别请助教帮人收两个议案 就是在27月28月那个地方啊 有一个诸镜中的议案 那两个议案就是专门讲 真五汤啊 用很小很小的小小剂量有效 医的很好 结果呢 病人嫌疏要怎么那么小包 加一点点 结果一加 就吃坏了 也就是说 虽然啊 我们在治疗这个什么高血压 什么的时候 我们真五汤可能会用的很多 腹脂用的很大 什么八两都用下去 但是呢 有一些人的某个体质呢 是不适合一下子腹脂剂用太多的 那 不适合用父子剂用太多的啊 有两个机会 一个机会呢 比较是民国初年的这个助威局 在临床的时候发生 就是说这个人啊 他用了父子剂反而整个人病情恶化 变成不可收拾 那他就觉得说那个不可收拾 是因为这个人的这个身体体质已经太寒了 寒到会有格据的现象了 你他平常的所有的毛病哦 都被冰冻在 好像把他身体的很多病都放在冷冻裤这样关起来 不管他 那你用了父子剂开始化冰了 什么病都冲出来 然后就救不了了 那这是一个情况 但是这个不是朱镜中讲的情况 朱镜中他的议案里面讲的情况是 虽然我们现代的人 大部分需要用到真五汤 都是标准的阳虚阴实的体质 但是有些人 他是属于比较偏阴虚那一边的 那我们说中国人说虚劳虚劳 这个劳这个字呢 其实就是比较偏阴虚的 那这样子体质的人 其实在张仲锦的书里面是 比较在小贱中汤症的框架里面的人 那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教张仲锦虚劳篇 所以我们可能这地方不会讲了很多 因为张仲锦虚劳篇里面就有讲到 像是阴虚类的虚劳 你说小贱中汤算不算 算 小贱中汤 致阴虚的要很多 酸嫂仁汤算不算 算 因为他是睡太少 熬夜赶什么工作 弄到血都干掉了 睡不着觉 算 那 这个 大黄植虫丸症算不算 算 因为他血 干血牢 那有淤血在这里面干掉 整个血不通人也是干干的 然后 甚至属欲丸症算不算 算 因为属欲丸症是营养不良 整个人瘦巴巴的 就是当一个人的体质是坐落在张仲锦虚劳的这个劳症的范围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他的身体实在是不耐烧啊 你用真火当恢复阳气 就好像这个人的整个身体 你就想象这个人他是一块牛肉干 就是一块带水的牛排这么厚 这么重 那一块牛肉干 这么薄 这么轻 那 这两个东西 你要把它烧热 需要的火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把牛排刚好坚守到很香 牛肉干就变成碳了 所以 当那个人是处在牛肉干的状态的时候 你用羊腰要比较小心一点 那但是 这个地方我这堂课 不会跟同学讲得很清楚 因为呢 我想以后我们学了虚劳篇之后啊 就会了解虚劳人是怎么样的体质 那那个时候再回头用真火糖就会顺手了 那我们休息一下 再来上一上今晚最让人痛苦的内容啊